百貨美食街角落站著一對夫妻 兩個人雖然戴著口罩看不到表情 但從肢體動作看得出來 夫妻之間氣氛僵 妻子蔡姓女子接著走進休息區 又氣呼呼地走出來 把丈夫留在原地 蔡姓民眾與其日籍配偶 因為細顧爭吵 故而奮而將他的鑽戒拔下 放於椅凳上 蔡姓女子跟丈夫逛街逛到吵架 氣到把鑽石婚戒拔掉 丟在休息區的板凳上 結果夫妻倆要再回過頭來找鑽戒石 這下慌了 因為鑽戒居然沒在椅凳上 兩個人焦慮地走來走去 最後只好去派出所報警 而他們急著要找的就是 正值價值7萬3 大約50分的名牌愛心婚戒 迅速調閱監視器釐清 發現是林夕清潔婦阿姨所拿走 清潔婦也迅速地 拿到主管那邊 通報遺失的流程 還好是被清潔阿姨給撿走 拿給百貨公司主管保管 從百貨業者手上取回婚季的 那一刻夫妻倆終於鬆一口氣 畢竟吵架是小 當初結婚定情的戒指不見可不得了 蔡新婦人有顧這次經驗 以後肯定不敢再一起用事了 記者來關張台南報導 當初結婚禮所 請問